嘿嘿 将军队获得男权比赛的胜利 男星王战3比0 战胜波兰队 北京时间6月16日晚 中国女排迎来了在世界女排联赛分战赛阶段的最后一战 对阵实力不足的波兰女排 中国女排继续良好表现 以3比0的比分完胜对手 也以四战全胜的战绩结束了在中国香港战的比赛 中国女排击败波兰女排 今年的世界女排联赛 中国女排在巴西里约站取得三胜一负 中国澳门战取得二胜二负 来到中国香港战 中国女排先后击败保加利亚 德国 土耳其 好取本战比赛三连胜 尤其是上一场3比2逆转击败世界排名第一的土耳其女排一战 更是打出了中国女排的顽强 依靠在本赛季世界联赛中的发挥 中国女排已经成功获得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 也提前锁定了参加世界联赛总决赛阶段比赛的门票 分战赛最后一场 球队可以轻装上阵 从实力上看 波兰女排也是一个相当强劲的对手 本场赛前 波兰女排世界排名第四位 身后就是美国女排和中国女排 在本赛季世界联赛的前11场比赛中 波兰女排取得了十胜一负的战绩 只在对阵巴西女排时输掉了一场比赛 而中国女排此前则先后输给了加拿大 日本 意大利这三个对手 此番再赢强敌 中国女排也希望能用一场胜利 来给分战赛阶段的征程画上句号 前一场对阵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朱婷因为腰伤未能出战 本场比赛 朱婷继续无援登场 中国女排的先发阵容与上一场相同 李盈盈 吴梦杰 袁新月 王元元 龚祥宇 刁林宇 王梦杰率先登场 开场后 波兰女排打出了更为扎实的防守 中国队很快以2比6落后 中国队主帅蔡斌立刻叫出暂停 中局阶段 中国女排逐渐破进比分 袁新月利用一次探头球机会扣中 完成反超 23比22领先的情况下 中国队替补换上庄宇山发球 随着吴梦杰的进攻命中 中国女排以25比23艰难拿下首局 第二局 中国女排一改首局的慢热 率先取得8比3的比分领先 打停波兰队 随后 中国女排气势如虹 利用极具冲击力的发球 继续扩大领先优势 很快以25比15的比分再下一场 进入第三局 没有退路的波兰女排顽强反击 但手感火热的中国女排 掌控住了局面 最终以25比19的比分 成功锁定胜局 由此 中国女排结束了今年 世界女排联赛 分战赛阶段的比赛任务 根据赛程安排 总决赛阶段的比赛 将于6月20日 在泰国曼谷开打 而6月19日晚 巴黎奥运会女排项目的 分组抽签仪式 也将在曼谷进行 打赛阶段的比赛